我这个蒜苔非常的嫩 这感觉非常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肉丝炒蒜苔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把这个蒜苔这么碾开 用刀拍一下 拍好的是这样 裂了 换个位置再拍一下 这味就好往里入了 这样 切成一寸半长的段 这样拍一下 好炒 好入味 这是一块鲤鸡肉 或者瘦肉都可以 三毫米厚的肉片 开好 这样 切的时候呢 别顺丝也别太顶刀 稍打点鞋 切子好嚼 是硬道理 这样 稍打点鞋顶刀切就可以了 横切牛肉 竖切 猪肉呢 也是属于大生骨肉 所以呢 这个肉丝 多少说呢 是比较粗 问题不大 切的顶刀 或者搭点鞋 是最科学的 看 肉丝 直接散开 往里下 肉丝炒至变白 并且还要煮 焦香味 看 看 还不行炒老 焦香味还能上了 这个火 掌握得好 把烧热热的 放上油 就冒到青烟 这个时候 你可以 煸炒 这个是窍门 现在呢 把这个黄酒 或者料酒 从门锅里 加入 黄酒 酱油 炒香 把这花椒面 放里 0.5克 香味上来了 现在可以这样 好 断台下锅 煸炒 两分钟 看看 加盐 加盐这样 往里散 往里 边散 边翻敲 这个意思 加盐 这些 清汤 让它 入一下味儿 开上锅 再来一趟 两分钟 有的朋友说 能不能不脆了 不可能的 啊 片粉 来 翻一下 加上 骨头汤 鸡汤 或者 清汤 清水啊 你就是开锅两分钟 必须要两分钟啊 蒜台要老一点的呢 你就照 三分钟就可以 我这个蒜台非常的嫩啊 看看 这感觉非常好 看一下 绝对没有入味儿啊 又是炒粘台 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猪尾光烫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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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